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DT大数据孟工厂推出的大数据IMF传奇行动绝密课程的第109课 这一课呢 我们主要是完成我们整个基于Spark Streaming的电商广告点击综合案例的 动态黑名单中的关于数据库操作的部分 我们前面也写了对数据库高效的操作的也思路 还有一些代码 但是这一节课我们完成的是主要真正的和我们的数据库交付的代码 因为你要让我们的实际的代码 假设说运行起来的话 这一部分代码肯定是你要写的 而且你后面你可能要验证效果对吧 我们这个是自己的整个IMF课程的第109课 那关于数据库操作部分 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我们前面在课程中若干次的展示过 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写代码 同时我们也会分析下 这个Spark进行高性能数据库操作的这个基本的核心 它的机制 然后我们说这个数据库操作的架构分析 还有数据库操作的代码分析实战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跟大家谈的内容 然后大家关注我们的内容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以及新浪微博 好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先画一张图吧 就是Spark相对比较高性能的方式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有时候你看过图之后 你确实是会极大的提升你对它的认知的清晰度 OK 这个是我们的第109课 Spark 高效的操作数据库 好 这里面的内容我们都把它删除掉 数据库操作吗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数据库操作它自己有个非常高效的处理的方式 叫P处理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对吧 好 好 这个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 让我让我们还是先建一个算了 这个不是删除掉 大家都知道就是操作的时候呢 实问 实问什么 实问的是 Foreach RDD 对吧 然后对每个RDD 我们是什么Foreach Partition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足够的去深入去思考 数据库有了个Batch操作 这个Batch操作和这个Foreach RDD 就Foreach Partition操作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配合 我画一下图 大家就会更清晰的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我们插入 这个我们插入 OK我们随便画一个矩形吧 这边就是我们RDD RDD 在这里面插入文字 字体太小了 OK RDD中 是一系列的Partition 对吧 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也非常清楚 对吧 RDD中 一系列的Partition 我们这边复制一下 啊 假设有五个Partition 啊 好吧 我们这边有六个Partition 你应该知道Partition里面都有一系列的Record 我在这边就不把文字写上了 啊 有一系列的Record 啊我还是写一个吧 一系列的 OK 那我们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这边有个数据库 这边有个数据库 当你操作的时候 其实操作数据表 我们这边是MySQL OK MySQL 那你这边里面是不是有个表格啊 那你这边里面是不是有个表格啊 肯定有个表格 这不说废话吗 表格 表格 这边是文字 我们想画一个 好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有表格 表格里面也是一条一条的记录是吧 啊 所以这这个地方我们就有话说了 什么话呢 他是这样的 好 我梦框在这边写 默认情况下 如果你插入的话 是一条一条的插入的 默认情况下 如果你插入的话 RDD中 数据插入 MySQL中 是一条条的插入的 是一条条的插入的 也就是说 去遍离 每个partition 每个partition的什么 iterator 尊的每一条记录 每一次 每次都要建立一次数据库的连结 当我们使用forEachRDD的时候 操作的对象是RDD的每个 这个操作的对象是RDD 然后我们使用RDD的forEachPartition 此时操作的对象是Partition 而不是一条条的记录 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每次读取的是整个Partition 每次读取的是整个Partition 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这句话可以把性能提升2%左右吧 就是你以前读取数据的数是一条一条读的 对吧 OK 那现在我们才能forEachPartition的数 是一个Partition一个Partition的读的 对吧 就相当于你比量读取 你想一下这个是不是读取 我们就不考虑写数据 读取数据的时候 效率是不是非常高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肯定是的 那么读取数据的时候 效率非常高 OK 然后我们采用ExecuteBatch的方式插入 或者更新数据 此时也是数据库 更加高效的连接和更新方式 不过这里面其实有个弊端 例如说 你说你原先是一次读取一个Record 对吧 现在你一次读取哪一个Partition 不过 一次读取一个Partition 的弊端 或者是不足 弊端 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自己重要的是你的思考能力 人的价值在于这个觉醒和思考的潜质 我来想一下这个不足是什么 是不是有可能内存OOM 所以此时就需要非常关注内存的识问 OK 不过它一次性把整个数据都读进来 就是一个Partition都读进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性能改善 应该大约会23%左右的这个性能的提升吧 OK 这个是它背后的这个基本的机制 就是一次性读取了 读取进来一个Partition 原先是一条一条的读 然后你现在 假如插入或者更新数据 也是一次性批量插入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事情 OK 好吧 我觉得这个 应该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晰了 是吧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能够思考 不是说写一写代码之类的 写代码 这个存在都不是什么难事 你所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想不清楚了 所以你代码写不出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假设说更新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for each RDD 然后针对每个RDD呢 我们有for each Partition 再次我们是再次做这个说明 那 我有一层言外之一 这个言外之一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想让你的性能变得更高 OK 如果说你想让你的性能变得更高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内存 对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加内存加CPU 这个世界上 Spark性能调优来调优去 最 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性能调优 是不是直接加内存加CPU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 是吧 你有没有看 大家知不知道武侠小说中 叫独孤求败啊 应该知道是吧 独孤求败 好像武侠中说 三十岁无敌于天下是吧 然后 好像四十岁左右 就是认了 认了那个 好像一把很重的剑是吧 什么玄铁剑还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什么剑了 然后后来就用木剑是吧 就是开始他的剑很分立 然后后来他的那个剑越来越 看上去越来越不分立啊 然后最后呢 就用木剑 这个又 对这种无分之剑 利剑 然后轻剑级 准剑级 木剑级 无剑级 OK 就是那些非常有杀烧力的 往往都是 不是锋芒 太过 看上去就很吓人的 那种 看上去吓人的 一般都不太吓人 你要搞性能调用 你不要搞来搞去的 公司有条件 就搞更好的硬件 就搞更好的硬件 公司问你 搞Spark 需要什么硬件投入 你先跟他说一个普通的硬件的配置 然后你就说 当然 内存越大 Score越多越好 对吧 那个当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补充啊 对吧 如果你在大公司工作的话 如果你在大公司工作的话 可能说一些东西不受你的困制啊 因为他们会有专门集群资源管理的人员 大公司分工会非常明细嘛 但如果说这个公司里的大数据 就是你建立起来了 那什么都是你说了算的吧 那公司你啊 OK 好 这个是我在此 我说明这个事情的主要的意图是在于 说这个内存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一次读一个partition 然后又一次更新一个batch OK 好 我现在我的声音怎么样 声音有没有问题 好 正常了 是吧 好 我们这边是进行数据库的操作 刚才说这个for each rdd for each partition 因为这边都是我们前面写的代码 然后如果进行数据库操作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进行过Java的开发 或者是J2E的开发 大家应该都明白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在那个公司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DAO啊 这边我声音 我再重新启动一下吧 好 我现在再次进入了YY中 好 我们前面说了 对这个数据库或者数据层的操作 我们说的DAO 那所谓DAO 其实一般就面向接口编程 然后进行分层的操作 那我们在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不要这么严格的 按照这个软件工程的分层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为了练习Spark Streaming 而去做的这个项目 我们后面统一做了个大型项目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非常具体的操作 好吧 我觉得这样应该 村理论上讲 应该会对大家更好 OK 好 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DAO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 反正一大堆了 那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操作数据库的地方 例如说这边 过滤出黑名单之后 我们插入黑名单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这Filter的Clink in Batch 这是把这个有效的数据插进去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试问这个数据库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跟大家说的 OK 这个DEMO 我们是在这边是吧 这个是不是读取数据啊 我们是不是三个地方都用到这个数据库 这样嘛 我们就存钱往后吧 这个说blacklist from DB 这个就是从你这个黑名单表中查询出来 那你从黑名单表中查询出来 其实这种代码肯定很简单 是吧 你从黑名单表中查询出来我们内容嘛 大家说这个怎么做 你这肯定首先获得它的连接器嘛 然后通用它的方法把参数传进去嘛 就没了 对吧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是吧 OK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代码 我们最后就查询出它的内容就行了 OK 那在这边你要写这个代码 我们 我们就写个操作的代码 黑名单操作 黑名单操作 我们要不要写个类呢 在这边写个类吧 还是写个类分装费比较好 我们在这边 就是BlackList BlackList Db 然后我们定一个方法 OK 这个方法 我们叫什么方法 我们就 Curry All 查所有的数据过来 好吧 我们就论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 现在声音和画面同步吗 如果不同步的话 我这边论一下 直播游戏模式 不过一论游戏模式 这个比较好极其的性能 很好 很好了 这边是什么用的 我 engines尽并 感想说 �磊 这边是什么用的 我可以与你 是什么物颜色 不愿意 在那边 好 我这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不知道大家那边反馈的信息是否正常 就是能否看见我的内容 我这边直接进入我们代码部分吧 可以是吧 有音乐 播的是什么音乐 现在应该没有音乐了是吧 好 现在没了是吧 好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写这个代码了 这边要创建这个类 我们这边选出所有的东西 这个马上要加工一下 这边弄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要么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写代码了 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写吧 马上把类变得太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是说一个严格的一个企业级项目啊 就是现在我们还不是完全按照企业级的角度去出发 好 这边就查出所有的数据 这个查出所有的数据 其实 你肯定 你要干什么 好 OK 你这边要找出所有的这个内容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JDBCrapper是吧 你肯定要获取它的实力对吧 JDBCrapper OK 这边有getJDBCinstance 我看一下这个getInstance获得的是什么 这个是JDBCrapper本身 这个是JDBCrapper本身 那我们要获得的是它的连接器啊 对吧 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连接器 OK 连接器 这边rapper 这边getConnect 这个没关系啊 我们确实是 我们不需要获取的连接器 或者这个实力 然后那个do batch之类的操作就行了 或者说这个do query OK 这边会返回相关内容 好 我们回来 OK now getInstance OK JDBCrapper JDBCrapper OK OK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查询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 查询所有的内容 我们只是查询 所以你在这边你操作的时候怎么去操作呢 那我们就直接调整这个JDBCrapper的do query 这里面需要传新一个cycle语句啊 这个cycle语句我们就直接select 信号from 我要再次说明一下 企业就绝对不可能这么干啊 绝对不可能啊 你这边 它肯定会被分装起来的 至少是 DAO的方式 但大家一般是乘着框架去做 OK 嗯 我们这边 black black list table 我们就 就起这么土的一个名字吧 当然马上肯定会有那个 插入的数据啊 就是我们生成的所谓插入里面 那这边param list呢 这边不需要什么param list 是吧 OK 如果callback的话 我们是要结束这个结果 OK 这个结果是要结束的 我们new execute callback en prof ver Yes 명이 Indeed 这个是一系列的Stream 我们就用一个ListStream BlackListNames 你有ArrayList ArrayList 那你在这边你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这个很简单嘛 你是不是一直循环啊 这个ResultSet 你可以一直循环它 好看它里面有游标是吧 while循环 就Result点 我想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HasNext Result 好这边有个 有个Next 是吧 这个Next 是 反为True啊 如果说 它有值的话 那这边就是一个循环了 那 我们就直接获取它的数据 OK 直接获取数据 嗯 嗯 我们就 Result 这个应该就GetStream 是吧 GetStream 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这个索引啊 这个索引 我们就是以列是吧 这索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索引是从 是从0还是从1开始的 我是确实记不清的 是吧 从1开始的是吧 那我就直接写1了 那这个东西弄过之后 那我们就把它直接加到这里面吧 点 pul add 好 对 证是不是一直循环啊 它直接有 我们就一直循环 对吧 啊 这个循环完了 我们就有结果了 是吧 而有了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啊 这个是这种类型的 那我们还是 我们这边还是要对待进行一下操作了 就构建一个list tube tool 类型的代码 那我们现在就是循环变离 对吧 循环变离 变离 变离成我们想要的一种方式 这边我们就直接 new to array list 把这类型弄上去 好 然后我们就for循环 把这数据插进去 OK 这边是string name 好 好 那这边我们add进去的时候 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随便把它弄个boel字嘛 add 这边就tuple是吧 new tuple2 而它的类型是string name boel字 boel字 肯定没什么问题吧 ok 好 既然这边是从黑名单的查询呢 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我们就看一下黑名单的这个插入 这个插入 这是duquery 对存了 大家想想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啊 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弄说吧 你这是一个迟带的 你这是一个迟带器吗 对吧 迟带器你首先肯定是把里面的元素便离出来 对不对 便离出来之后 然后你就操作数据库嘛 ok 那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个东西了 好吧 插入黑名单 我们这个还是要订个list 但其实我这样做 只是功能性的实现啊 企业级肯定会订个什么加法病啊 或者之类的 black list 企业级肯定会这么高啊 就企业级对任何实体的分装 一般都会弄一个加法病啊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 scala中的case class ok 这边就一直while循环 因为你一下你就拿到了一批数据嘛 这边t 还是next 那我们看一下t的next 大家看一下 他的next是字符trent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们是插入黑名单 我们确认一下 我们是插入黑名单 不错 插入黑名单 其实就一个元素 就是一个user id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 是吧 就是一个user id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也不需要怎么想啊 就black list ad 这边弄过之后 就数据已经没问题了嘛 然后就是我们的按照那个batch的方式插进去嘛 对吧 那你首先肯定要获取数据库连接器 然后insert batch 对吧 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 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 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那大家想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啊 是不很简单 ok insert batch的方式 啊 这边其实跟我们前面 跟我们刚才那个操作其实是差不多的是吧 我们也获得它的这个实力啊 接地 把代码拷过来吧 拷过来改一改就行了 因为这个sql肯定是都差不多的了 就这边这部分代码 嗯 然后get instance 好 这边获得了instance之后 我们就能接dbc rapper 点 这个 不过这个东西啊 我们现在是插进去的吧 插进去 我们就 看看有什么 这个叫 do batch insert insert 我们刚才是blacklist table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这边插入 这边肯定是values 那我们是 体量插入 这边肯定就是一个问号 好 ok do batch do batch 这个不需要callback 它为什么有个callback呢 do batch 这个callback是我传进去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 他需要的参数轮进去 而他需要的参数其实就是我们这边blacklist ok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代码已经写好了啊 你发现其实真的很简单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好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写这个 cycle语句 操作数据库的地方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啊 你这个有效数据要插进 啊 买塞克表中来保存相关的数据啊 这个它是一个新的表 啊 这边有有的ID啊 有addID啊 啊 啊 是不是还有IP啊之类的 我再确认一下我们曾经是 怎么说这数据格式的 啊 是这种格式 我们前面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格式来说明的 ok 是的 所以啊 这边要统一以这种格式来说明 否则你就混乱了 大家想一下这里面代码怎么写呢 其实这个也不难是吧 你把你的这个partition里面的数据 然后进行循环嘛 就行了对吧 而且你这边 你这边都是你的有效数据啊 所以 你只要按照以前是怎么操作数据库的 然后进行循环就行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这都是你的点击的 有效的广告点击 ok 所以我们这边 这个有timestamp IP之类的 这个我们 因为它有很多字段 这个看上去 我们必须 认个加把病了 是吧 然后基于这个加把病 把数据认起来 然后再插进去 ok 好 这个 我们来创建一个类型啊 class user add clink 我们这边为了简单啊 都把它能strain算了 private it string string ok 好 这个是IP 这个是UserID 这个是UserID 那这个是广告的城市 啊 省份 这个是城市 我个人是强烈建议你用scala代码去存购啊 因为会加我的话这scala肯定都不是问题啊 我们这边原码自动生成要getter和setter source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好 那我们的那个集合里面就有这些元素就行了 好 好 回来 就在这边 你循环变力的时候你肯定先把它加到集合中去嘛 所以啊 我们这边还是弄一个 list user 刚才是 user add clink OK user add clink clink 嗯 然后下面就开始循环 这个 while 循环 我们这边 partition has partition has partition has next 就是是否有下一个元素 啊 啊 啊 partition has next 就是是否有下一个元素 啊 这边 partition.next 那这边 它是 缓回的是一个 就是它这里面生命的类型嘛 tube 的类型 啊 这个就要下点功夫了 record 不过split一下就行了 这些代码你千万不要看着它简单 但实际上是你企业集开发中 几幅你一定会写的代码 当然 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操作数据库啊 只有 啊 其他 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你可能操作ready support之类的 就 尤其是你自己搭建起来的那个集群啊 因为这个止于你而言是最熟悉 也是 比较容易和其他的这个 组件结合起来 因为其他的组件一般和数据库 整合起来 来看你数据计算的结果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直接把数据插进去 add 我们就new一个user 哇这个好麻烦啊 这个还是要弄出来一个实例啊 user 在这边 单语 user clinked 这边就一直set 那我们这边先set timestamp 嗯 不过这时间 我想一下 好吧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变了 这个是零 零一二三四五 一共六个 ok 好 这边是set什么呢 这个叫 ip ip ok 这边就是user id 这边是add id 啊 啊 这边是province Province Province OK 这边是 City 然后我们把加进去吧 好 这边就获取了所有的数据了 获得了所有数据之后 然后你接下来的事情 你肯定就是执行着更新操作 OK 把它插入到我们的表中 大家想这个可不可以直接去插入 这个事情好像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大家觉得应该考虑什么呢 你在把这数据插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任务曾经有历史数据啊 如果有历史数据的时候 这时候是不是要更新啊 对吧 OK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它都是第一次嘛 你就直接引试这就行了 否则的话这个 我们就进行update 所以其实这个代码还是 还是有点复杂的 因为你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你不可能说一直插入一直插入 那你就相同的这个油热的信息 你怎么弄啊 而且 这个油热相同的油热 其实也是无所谓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任务ID相同 点击的广告相同 而且点击的日期也相同 啊 就点击的这个时间 到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说是连约日的方式 如果也相同的话 你肯定是更新它对吧 好吧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的插入完全是一样的 你的插入数据可不可以报错吗 对吧 所以这个代码大家想怎么写呢 我们就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现在查询一下 这数据是否存在 可能要去判断一下 对吧 啊 如果数据存在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集合里面 就不断的循环 循环循环我们这个地方的数据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集合里面 然后另外一部分 可能说不存在 不存在就是那个新的数据嘛 那那新的数据你就直接插入嘛 所以 所以它会分成 两部分 不过这两部分 有一个特征都是 进行更新操作 也就匹量的更新操作 因为更新我们有操入和更新两种方式嘛 嗯 这个代码 我都感觉这个好繁琐 我们在这边要建立两个集合 OK 这个 好吧 我们还是一行一行的写吧 既然 我们说这节课要把内论讲完 那就把它写一下了 我就直接写进 inserting 我等于 new array list user user add connect 另外一个就是updating 更新的记录 好 我们有这两个东西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吧 你要决定是insert 还是update 你首先查询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对吧 那肯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就开始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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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我们这个地方的记录 通过一个for循环 然后把数据分成两种类型 然后把数据分成两种类型 也就所谓的partition操作 不错 这个确实是partition操作 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那我们这边 确实是要执行查询 不过我真的感觉 这家伙写的代码好麻烦啊 你这边 你肯定还是要获取这个数据库的实力 当然我们 我们刚 这个地方没有啊 我们把那个获得数据库的实力的那个代码弄过来 这个确实是原来没有scala简洁啊 家伙麻烦 但是家伙 这个没办法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他 当然 你可以去挑战他的统治地位啊 我是觉得这个代码写的太啰嗦了 大家自己去存购哈 大家自己去存购哈 就是我这边写完之后 大家自己去存购 OK 这边 我们获取 get jdbc instance 获取这个instance 我们看一下这边 do batch get to query 这个语句还不错 我们就直接select select count count 1 是吧 就我们看记录是否存在 我们 这边是add 我们这个表的名字就叫addclink 就叫这样那个名称 from addclink 然后 where 我这里面条件多得去了 啊 这里面会有大堆的条件 就是从查询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where 我们要定定这个表吗 这个表的字段 这写个注采 这写个注释吧 表 表的字段 我们就直接把前面说明的字段 直接拷过来 好 好 这边 这边他如果论的话 第一个就是timestamp timestamp等于 and and 这个还有一个 user id 我想一下 ip user id 这个 任务 我们关注的是任务级别的 啊 我们有没有说把这些 所有的字段都让它 匹配上的必要了 时间 今天 天 我们现在只要写的时间 user id 和这广告 id 就行了 是吧 因为我们比较关注的 也是这几个元素嘛 对吧 大家想想是否这样 user id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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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and add id 等于 ok 这边 你就是个参数数组嘛 这参数数组本身也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就寄出object就行了 那我们这边是connect 这是点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它的这个timestamp 然后呢 要 connect get user id connect get add id 这边callback new execute callback 好 这个代码看出有点长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进行callback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这个结果是吧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就直接看看有没有结果 如果有结果的话 or if resul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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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long 这个存在多少 之后呢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变量保存一下呢 大家想一下 这个还是需要保存一下的 因为你要更新它的次数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 要把变量保存一下 OK 是吧 它这个 它有可能是十次 也有可能是一百次 也有可能是零次 对吧 零次或者大于零次 对不对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面就有一个元素了 就是我们这个表中 其实还是有个点击次数的 对吧 这个标准 淘费有这样的一个点击次数 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要进行update的这个表准就行了 那我们在这边 论它的时候 这边肯定要加一个clink的是吧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就是它总共是多少次啊 你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推倒 你可以知道它为什么 我觉得 这个写代码确实是这样 知道为什么其实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ok 好我们这边再论一个private long类型的clink的count 然后我们继续去补充我们的代码 反正这个代码大家都可以拿到 你自己也可以进行修改 或者你自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 肯定可以和我提嘛 好 在这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clink的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set一个clink和count 把这count弄进去 对吧 肯定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把clink的放进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这样做 else else你怎么做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里面没有了 你自己想一下怎么做 这都是你要一步一步去想的 这些东西 虽然看上去有点细节化 但是你自己写程序的话 你一定要面临这些东西 否则你的程序弄不出来 是吧 否则你的程序弄不出来 我们在这边 就直接把它inserting进去 我们这边有没有必要 对它进行技术为一呢 大家想想有没有必要 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确实是要考虑一下 现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必要的 从你这个是业务代码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不要把这个纠缠太深啊 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放进这个list中 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干 马上再做 好 像这样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数据已经分成两类了 已经把数据分成两类了 那下面你可能要写两种 两种cycle级别的语句是吧 一个是insert 一个是update 对吧 OK 一个是insert 一个是update 那你这时候就开始进行for循环 再次进行for循环 我这语句看上去确实有点复杂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进行for循环 大家自己可以把这个代码改成scala代码 第一个for循环 我们循环 我们循环这个inserting insert OPS I insert a record OK 在这个里面我们要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要获取相关的数据 它肯定是个object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 然后执行我们的操作 我们这边弄了一个wrapper OK 在这边循环 我们首先把这个论出来啊 就是论出来什么呢 就是你要插入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啊 OK OK insert parameters list 哇 这个数据 这个东西写 写起来确实还是有很多类伦的 new are list 好 这边 我们 我们的add 操作 把数据加进去 这个每次我们就new一下 user add connect 哇 这个确实还需要再来一次啊 你只要把数据放进去吗 这个不是一个record 这个它必须是一个object的数据是吧 因为我们是传参数啊 难怪我感觉怪怪的 object的数据 ok 我们在这边new一个object数据 你思路要始终清晰啊 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先讲思路了 你只要思路清晰你就不能担心什么 但是你思路不清晰你就挂了 啊 我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数据都传进去 set count at clinked 好吧我们把所有数据都插进去吧 你在这个地方 哇 这么大一堆啊 这个get user-edit user-edit 我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写insert的语句啊 好想啊 这个ip啊 我再次把这个 考一下 因为这代码有点长 好 好 这边 这边 你认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小心写这个代码 好 我把这个地方放进去之后 那我们这边就循环完毕了 是吧 循环完毕之后我们有所有的参数了 那有所有的参数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进行 这个是insert操作 我们就插入嘛 插入的时候 我们要拿到这个剧柄 执行批量操作 DoBatch 那这边写cycle语句 我们insert into 我们这个表的名字 OK add connect Values 那这Values就一大堆是吧 我们几个字段看一下 7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字段 OK 然后 这个是DoBatch 这边是param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是吧 大家想想想 代码是不是这样 OK 是的 是吧 这个是插入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这更新的操作 在这边 我们就是update了 是吧 update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语句写起来 我把这个这种Val 语句弄过来 刚才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写错 insert 这边update 我想一下 好 我们这改的地方不太对啊 这个地方不应该 我们假设要改的话 就改下面是吧 我们马上再改下面吧 然后这边就是update param list 这边循环 这边循环 这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 然后 这边循环的时候 这个叫update update the record 好 好 好 我们把这些数据都放进去 然后这边是update的语句 这确实有非常细心的小 而且还要很有耐心 如果你不细心或者说缺乏耐心的话 这个一不小心就写错了 我们把这语句传进去 OK 这个错了地方 在这边 好 这个是 where timestamp 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个update怎么update update 这里面最关键的肯定就是它的点击次数 对吧 set clink count set clink count等于什么呢 我们想一下 clink count是它的一个字段 insert ok 这个 这个 皮疗操作 我们想一下我们的数据结构啊 它是一条一条的 然后我们构成一批数据 这个每次加1对不对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set它加1 大家想一下这个语法对不对啊 ok 试考一下 如果有的话在类似的基础上加1 它是一批一批的处理 中间也是一条一条的处理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是吧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啊 ok 那我们这个就写完了 对吧 这个东西是不是写完了 不这个有点吵啊 嗯 好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边return low 这是void 我们就不返回什么了 把错的地方烧写了一个 new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代码 这个 这个 这边 dobatch 啊 这边说blacklist 啊 这边说blacklist 啊 这个叫object 是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我们就把它强制转成object 这边就object object object ok 好 哇我们的代码现在已经击败好了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跟大家谈的 关于这个数据操作层 就是我们基于这个数据库 我们谈了 我们谈了 就代码部分写了三部分 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 黑名单库中查询出数据 好的 大家再浏览一下这代码 这代码 哎 这边什么地方还有错误 object 好吧这边都是object 好 他这边是不是需要return一个 昆子 我看一下 啊 这个有代码太多了 我们已经看不清在哪了 好 这边选个return 我们对照一下这边的qu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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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do batch 这个还是类型的问题是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do batch do batch 我们的do batch是list objects 就是这个list里面 它是个objects的数组 ok 好吧 好吧 我们就写个数组吧 好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这就 这就 你这每次就new一下 有方法 有方法转objects的数据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t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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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什么提示 代码已经写太多了 new object 然后把元素放进去 你不会这样还加个括号吧 new object 宿主 这个宿主是一个对象 OK 好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了 这个是一个对象 我们现在是直接new是object 所以这里面算object 具体实现 所以这个是个发括号 不是一个小括号 我的代码确实看上去有点多 这边是插进去 最前面是查询出来 我们查询出来之后 OK 构建 构建我们的RDD 但我们这边有两个是插入数据库的行为 所以这个代码大家还是自己要好好去看看 我这边马上就把代码传到我们的IMF群中 我现在就传上去吧 当然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跟我反馈 或者说你自己也可以对这个代码进行存够 好 这边上传给大家 好 大家自己去下载 然后自己去学习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内容 其中呢 我们画了一张图了 画的这张图呢 蕴含的思想非常重要 好 这边说有人说有个release 有问题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有问题 我们就去看 其实你一步一步的调了 都是没有什么 一般都可以解决掉 哪个release 有一个release 那我就直接搜一下 你看一下是哪个release 我们就这几个release 是吧 中括号里面是空的 你这边可以说一下是第几行 你是说那个类型系统是吧 其实类型系统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就是 我知道你说的有个地方就是 其实你可以写它也可以不写它 这个关系不太大 这里面是吧 你可以写个string 看来大家还是蛮细心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代码 代码我们已经上传上去了 那大家根据这个上传上去的代码 自己再去学习一下 其中这张图非常重要 它是匹量的读数据 然后匹量的插数据 那我们在这一节课中 其实都跟大家讲解了这些内容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去研究这一节课的代码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 最后再次邀请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新浪微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接下来 因为这个数据 数据库的操作已经没有太大问题 当然我们后面肯定还会用到数据库 只不过是那个数据很快的把代码写完了 我们后面就专注于更多的业务方面的实现 这整个这一周 我们尽力在这周 6月1日前肯定会把这个项目完成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